国家队的主教练好当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短短半年时间 李铁就从被战四十强赛时一起风发 甚至幻想未来能去英超执教的奋斗坎 变成了如今疯狂抱怨的祥林嫂 一比一战平阿曼后 外界对李铁质疑声越来越大 李铁两次发文闭口不提比赛 试图营造出一派和谐 岁月静好的景象 然而一比一战平澳大利亚后 李铁却把赛后的新闻发布会 变成了自己的个人吐槽秀 32分钟除了抱怨还是抱怨 丝毫没有对过去比赛失误的总结 此前的校队生活岁月静好 在他的一句句诉苦中变成笑话 李铁压力太大 甚至身体都出现了变化 明显受虚下来的脸颊 好陷的双眼 可见这半年下来李铁精神压力之大 面对外界的批判和质疑 他显然没有真如自己文字诉说的那样 云淡风轻 而是在意 非常在意 委屈 十分委屈 李铁在32分钟的发布会上表现出来的素援 似乎并不匹配国足率尾 所谓本土教练的情商 还不如队里那些在巴西长大的规划球员 洛国富为什么三场比赛就能获得球迷的支持 除了他的表现 还有他的态度 输给沙特后 明明是进球功臣 洛国富却因为错失绝杀机会而向球迷道歉 反复表态要以高昂的斗志迎接比赛 即便是规划球员也拥有和其他球员一样的荣誉感 在球迷害怕他放弃规划身份时主动安抚 不论这些话是否出于真心 至少这样的行为能安抚球迷 洛国富所表现出来的情商比李铁更像中国人 李铁未来若想在教练位置走得更远 除了精进专业之事 还需要找一个更专业的公关 否则总是出现早早睡了 或者一些鸡汤广告贴精准拱火 足协真的不会放心让他继续当国足主教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